我們長期政府都說 我們要幫我們的產業轉型 否則我們台灣真的走不下去 那我們要不要趁這個空污法 好好的也逼經濟部把這些問題解決了 國人對於污染源 就是按照 我如果是環保署署長的話 最簡單 我幹嘛有抵患機制啊 署長對不對 你也笑了嘛 我或許我是一般國人 我是婦女 一般 我不需要對於污染源 哪一種會造成哪些 但是對我來說 政府想辦法幫我降低固定污染源 跟移動污染源 這都是政府的責任 現在看到有這個抵患機制 包括二行程機車就來抗議說 這個政府是開放大煙囪 抓我的小煙囪耶 這很簡單的道理嘛 好不容易降下來的移動污染源 然後你用一個抵患 即便你抵患有一定的比例 好那放給大煙囪 放給工廠去製造污染 還是讓我在吸啊 我想固定污染源 跟移動污染源 兩個不同的管制事項 但是國人對於固定污染源 跟移動污染源 到底會造成哪些污染 或許大家都不清楚 但是大家最一般 最直接的認知是 如果兩個標準都可以降低 當然都是好事 一定是好事 那為什麼要有這個抵患機制 兩個都應該改善啊 移動污染源不是陳徐秘書長說 這個移動污染源污染非常嚴重嗎 當然應該想辦法降低啊 但是今天我們有這個抵患的機制 是因為我們的工廠或許沒有辦法轉移 那我就回來問 我們長期政府都說 我們要幫我們的產業轉型 否則我們台灣真的走不下去 那我們要不要趁這個空污法 好好的也逼經濟部 把這些問題解決了 國人對於污染源 就是說按照 我如果是環保署署署長的話 最簡單 我幹嘛有抵患機制啊 署長對不對 你也笑了嘛 我或許我是一般國人 我是婦女 一般我不需要對於污染源 哪一種會造成哪些 但是對我來說 政府想辦法幫我降低 固定污染源跟移動污染源 這都是政府的責任 現在看到有這個抵患機制 包括二行程機車就來抗議說 欸這個政府喔 是開放大煙囪抓我的小煙囪欸 這很簡單的道理嘛 好不容易降下來的移動污染源 然後你用一個抵患 即便你抵患有一定的比例 好那放給大煙囪 放給工廠去製造污染 還是讓我在吸啊 所以我們今天靜下心來 好好想這個空污法 如果我們真的有心要解決 有心要降低 國人現在 我想執政黨也非常痛苦 空污是年底 大家面對 都要面對很嚴重的問題 也是國人高度關注的議題 我們要不要好好修這個空污法 那我們也藉這個機會 好好的逼經濟部 長期我們每一任政府 大家都在說要轉型 要轉型 口號什麼時候也可以落實 要不要趁這個機會 好好把它做了 我們不要有這個轉換機制 是最簡單的